二十八,我们徐家的兴衰沧丧。蒋树人,蒋可黄,一九四九年生。 你来采访这段历史,我非常高兴,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是最苦难的历史。 我的家族。 我的老家在江苏一兴,曾是各显赫的名门。 我奶奶叫徐玉梅,她父亲叫徐智静,是清朝汉林院的晋士,在礼部任职,是郑二品的礼部又侍郎。 我们都知道戊虚六君子,1898年9月28日,谭思彤等六人在北京蔡市口被杀,史称戊虚六君子。 其实,当年本是七君子,而不是六君子。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徐智静,谭思彤,康广仁,林旭,杨申秀,杨瑞,刘光第七个人起被捕。 这七个人中,徐智静排第一,她不仅官位最高,还保健了很多位新党人,慈禧太后最恨她。 因此,慈禧太后要处斩的不是六个人,而是七个人,这个第七位君子就是我太祖爷,曾祖父,徐智静。 后来为什么说是六君子,就是因为我太祖爷没有被问斩。 慈禧太后要杀我太祖爷,除了她支持新政,上过许多变法改制的奏折外,主要原因是她上秘宝人才者,向光绪帝保健了康有卫,谭思彤,张元济,黄尊县,梁启超等人。 慈禧太后要杀的人中,她排在第一个。 太祖爷为什么莫被杀孽,这得说到她的父亲徐伟侯。 徐伟侯与李鸿章是密友,他们在1847年同时考取进士,私交很深。 太祖爷下了大牢后,他的儿子徐仁柱,他也是进士,去求李鸿章。 李鸿章又去找王爷荣禄帮忙。 荣禄去求慈禧太后,荣禄看到判罪名单,第一名就是徐智静,判的是斩立绝,下面是谭思彤等六人。 荣禄说,这个人不能斩,他是汉林院的一个书生,他的学生变天下,如果杀了他,朝野会有震动。 他没有政治报复,平时也不参与政治,当时皇上想要违心变法,他只是把这些年轻人推荐给皇上。 西太后看在一个王爷,一个中堂的份上,把斩立绝改为斩监后,相当于现在的死缓,这样我太祖爷就把命保住了。 他在狱中蹲了两年后,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慈禧太后西逃,刑部大牢无人看管,家人把徐智静接出来。 后来慈禧回到北京,下诏赦免了太祖爷。 他出狱后归隐杭州遥元四象,自称谨守,意思是自己是维格戊戌变法里活下来的人,直到1917年病逝。 对了,关于我太祖爷的事,网上有大量的报道,比如戊戌第七君子徐智静和已能刀下留生,大难不死的戊戌第七君子等等,你可以上网查看。 2.我的父母 下面我再讲讲我的父母。 我父亲蒋思域,914年出生,1936年复旦大学毕业,学的是新闻专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在武汉第三站驱逐经办事处工作,1938年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任宣传干事。 当时,上乘的行文都是由他腾写,他还身兼《中国青年》、《编辑》和《中央日报》、《扫荡报》记者。 作为战地记者,他亲历病,报道了泰尔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 泰尔庄战役打响一周后,他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新华日报》、记者陆一前往泰尔庄前线采访。 好几个记者都在战场上伤亡了。 在武汉保卫战时,他多次钻进战场的散兵坑里采写新闻,向外界介绍战况。 现在泰尔庄大战纪念馆给我父亲诉了一个雕像。 1949年大陆沦陷前,我从来不说解放,我父亲担任贵州省党部的主任秘书,属于二把手,还担任过中统西南区的代理主任,这时他已经是少将军衔。 抗战期间,父亲一直跟着蒋公,蒋介石在重庆,他与蒋公同性同宗。 他很年轻时官位就很高了,他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 1949年时他默去台湾,因为当时我妈妈正怀着我,挺住一个大肚子。 同时,他考虑到奶奶在江苏守住那个徐家大院,我的外公外婆在宁波,他们都不愿走。 更主要的是,他认为他为共产党做了很多好事。 比如,他在当中统代理主任时,接到梁树铭、少子的亲笔函,希望他就关押在贵州的西风监狱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一个是西南联大的党委书记肖尚华,另一个是贵州省的地下党省委书记刘建秋。 父亲救了这两个人,所以后来他没有被拉回贵州枪毙。 但是,1950年4月27号,他在上海被抓捕了,关押在提兰桥监狱,副市长潘汉年和公安局长杨帆清自审问他。 父亲幸亏是在上海被抓,也幸亏他救过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当时杨帆说,如果我不把他抓起来,其他地方抓他,他十个脑袋都保不住。 父亲没被枪毙,但被关押了整整26年,先关在东北府顺,后关在安徽,直到1975年特赦国民党线团级人员他回到家乡。 同我太祖爷样,我父亲的情况网上有大量的报道。 我母亲徐敏磊是满清政皇旗的后代,他的爷爷是满族镇守武汉的大将军的后代。 妈妈两岁时在武汉被送给了汉人,她是在1964年找到自己的两个哥哥后了解到自己的身世。 可惜,她的两个哥哥在文革时都死于非命,所以母亲以前的身世就不太清楚了。 我妈妈长得很漂亮,身材也非常好,比那些上海的电影演员还漂亮,号称绝色的民国美女。 当时上海中国照相馆里48寸的彩色大照片,都是挂的我妈妈的像。 1941年,妈妈正在重庆的所学校里上学。 有一次,蒋介石和宋美玲到学校视察,宋美玲陷到了这个美丽的小姑娘,觉得她很可爱,就与她聊了起来。 当了解到她与蒋介石是同乡后,宋美玲就任她做了前女儿。 在重庆时宋美玲最喜欢她,宋美玲到昆明去时,带了三个女孩子,其中就有我妈妈。 宋美玲还是我父母的婚姻介绍人与正婚人。 父亲被抓捕关押时,我母亲25岁,她四处奔波,找人营救。 她找到上海市的主要领导,还找了很多著名的民主人士,如上海的七君子沈凌如、张乃契、邹陶粪等人。 当时也有很多人帮她,是因为她长得漂亮,而是看她的却可怜。 他们悄悄给她包里色点钱,借记我们的生活。 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他们于是介绍她去工作。 最初去的是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际处,他们看,不仅人长得漂亮,字也写得非常漂亮。 可是,当得知她丈夫去年被关押,交际处就不干了,叫她离婚。 母亲说,潘汉年亲口给她讲,父亲最多三年就会放出来。 她要等她,她不知道,父亲要被关押二十六年。 她后来到虹口区第四中心小学当了老师,独自一人抚养我们三弟兄。 文革到来时她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罪名是抗战时在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里工作过。 她被抓出来斗打,说她是化妆成美女的毒舌,混进了教育队伍。 她被开除出教师队伍,关进了大楼。 改革开放之后她才获得平反。 文革时我也被抓来挂牌子批斗,原因是他们要我改名字。 他们说,可黄,你还想你们蒋家辉黄。 三,我的奶奶。 奶奶的父亲徐智靖在一兴老家有三百亩地和一个大院,徐家大院。 戊戌变法后,她父亲和她的两个哥哥徐仁柱和徐仁靖都流亡外地,没有再回乡,所以徐家的地和大院都是奶奶来管理。 当时,一个妇人来管家是很少见的。 我没有在徐家大院生活过,我听我父亲和哥哥讲,当年大院非常豪华,特别是很有文化气息。 父亲告诉我,他小时在家里看到,中堂的座椅上有一张虎皮,中堂红木椅后面挂的,是北宋著名书画家米符的字。 你说现在米符的字价值多少,上次在香港他的一符自拍出了一千多万。 还有徐悲鸿,他也是徐家的后代,我奶奶的小堂弟。 抗战胜利后奶奶庆大寿使,他亲自画了一幅画猫糊涂送给奶奶。 父亲说,家里还有很多明清史的话都非常名贵。 这几十福字画,如能留下来,现在我在美国别说一栋房子,就是一栋高楼大厦,都能买下来。 可是,共产党来了,土改工作堆立马,把我奶奶赶出徐家大院,土地全部抹收。 那时他还不知道我父亲已经被关押了,后来他知道后天天哭,哭得眼睛都看不清东西了。 他被赶到徐家大院,后面一间柴屋里,柴屋下面堆放柴,上面是个小阁楼,他住在阁楼上,每天爬上爬下。 徐家的所有财产全部被收缴,奶奶要求土改工作队留一张床和梳妆台给他,他说那是他陪嫁来的。 工作队答应了,我们徐家的全部家产在土改中就剩下这两件东西。 你看到过我奶奶的照片,多么慈祥的一个老太太。 农会强迫他天天去扫地,奶奶七十多岁了,双小脚。 他自出去走路,不能走在路中间,要低住头在路边的屋檐下走。 我哥哥一直跟着我奶奶,他天天目睹这一幕。 奶奶末被枪杀,是他在当地做了大量善事,日本人打来时,逃难的人他都收尽大院,把所有的钱财都试给穷人,他在当地威望很高。 土改把徐家财产全部没收了,没吃的,我哥哥提个篮子,轮流到两个姑妈家要点饭。 奶奶长期恶饭,在一九五六年去世了。 奶奶是徐智静的千金闺女,又有文化,就是这个结局,这段历史讲起来非常伤心。 四,我的感叹。 一九四九年前,徐家大院经历了时代的动荡和战火的清洗,但都毫发无损。 太祖爷遭遇牢狱之灾,朝廷都没有抄我们徐家。 日本人打到一星时,驻成军司令部在大院贴上告示,明示这是前朝徐侍郎的家,所有军人不准入内。 所以,在战火中,徐家大院和里面的财产全保存了下来。 民国时期,徐家没有男人,一个孤老女人荡家,家财都安然无损。 可是,中共的土改来,抢的抢,分的分,毁的毁,徐家大院灰飞烟灭, 那张黄花离床和红木梳妆台在奶奶死后也不知去向。 十年前,我去老家寻找祖坟,什么都没有了。 我去找统战部的领导人,问是否给我太祖爷建个纪念馆。 他是这抹有名的年轻时的蒋可黄历史人物。 可没人理我。 那位领导说,要建,就像你父亲那样,自己发动亲友集资建。 历史就这样抹去了,文化就这样破坏了。 如果徐家大院房子还在,那些字画,古董,家具还保留,一代代传下去该多好。 我现在常常想,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国家,把自己的文化掐断了,祖宗也不要了。 还有,1950年父亲被抓时,抄了我们在上海的家,家里的东西也全部被抄走,包括所有的字画。 很多字画是很珍贵的,比如蒋介石、林森、于幼刃的题字。 父亲出狱后,回到妈妈的祖籍明波震海,他闭门隐居,专心致志研习书画。 父亲受家庭熏陶自幼酷爱书画,曾是国民党员老于幼人的弟子。 在他百岁时,举行了一次书法展,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吴伯雄,副主席蒋孝延为书法展提词,抗日明江章领府之子张道玉与其母王玉玲女士,抗日明江章自中之孙章祭祖,武昌首义邓玉玲将军之孙邓忠哲等从台湾、美国等地前来祝贺。 邓忠哲在开幕式上讲话称,他是中国百年历史的见证人,他的人生轨迹也是苦难中国百年的缩影。 2016年我爸爸去世,中年02岁,他是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国民党将军。 他去世前告诉我,你还是到美国去吧,那边是自由的空气,自由的政治状态,中国的变化太大了,说不准什么时候又来一场运动。 我2016年离开中国,当然同父亲去世有关,他再是我不会走,我很孝顺他,觉得他这辈子太不幸。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的做法越来越糟,现在又在搞独裁,这样下去,中国的老百姓又要遭殃,而我这个嘴又爱讲,在政协和民主党派里一天到晚批评他们。 2016年,我出来后又回去,原因是放不下母亲,可回去看,形势不对,又出来,反复好几次。 母亲叫我不要回去了,说共产党早晚要找我算账,因为我反共言论这么多。 我也害怕,中共早晚要收拾我。 2016年12月,我最后下决心出来。 我妈妈已经是90多岁的人了,她说,明年就是父亲去世三周年,她守父亲三年,然后来美国。 她说,她死,也死在美国。 我很感叹,我们在这个年龄还不得不背景。 采访时间,2018年5月31日,地点,美国洛杉矶。 采访后继。 蒋先生,是我在国外采访的第一个人5月27日,我们在拉斯维加斯的一次会上相遇,他提到土改,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当即同他约定,回到洛杉矶后去拜望他。 几天后,我们在他宅小的房间里相见。 面对摄像镜头,蒋先生侃侃而谈,在美国自由的天地里,在没有在中国大陆的那种恐惧。 蒋先生本人没有经历过土改,可是,家族的命运,父兄的讲述,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他感叹万千儿又痛心不已,令我同他的遭遇相同,都是因为害怕被中共抓捕而被迫流亡海外。 我到达他住处时,他告诉我,他几乎通宵未免,因为他贤惠的妻子被美国使馆拒签了,不知今后是否还能来美与他团聚。 看见他万分沮丧脸疲惫,我不知如何安慰他。 他马上到七十岁了,同我样,现在都还没有获得留在美国的许可。 故土难归,亲人分离,亦与他乡苦苦求一张居住证的万般无奈。 独居斗士,礼品长的千种,孤仇勿虚变法,过去一百二十年了,依然是追杀恐怖的天空,辛亥革命结束一百多年了,仍旧是称帝复辟的闹剧,这是我们个人的不幸,还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不幸? 乡村社会的模式 社会生活的模式是人们在价值观支配下的无意识的整体行为方式。 人们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这种生活饰养,适合人们生存和获得欢乐舒适的基本需要。 这是一个莫有明显的阶级对立的社会。 梁树明把清末民初的几个方面与英国比较到。 我们当然不能说旧日中国是平等无阶级底社会,但却不妨说它阶级不存在。 这就是 一、独立生产者之大量存在。 此籍自耕农,自有生产工具之手艺工人,家庭工业等等。 个人做个人打工,个人吃个人大饭,是与英国90%为工资劳动者,而4%为雇主者相对照,便知其事何等不同。 二、在经济上,土地和资本皆分散而不甚集中,尤其是常在流动转变,绝未固定地垄断于一部分人之手。 然在英国则集中在那4%底人手中,待难免于固定。 三、政治上的机会亦是开放的。 科举考试,且注意给予各地方以较均平之机会。 功勋虽可因此,影响绝少。 政治地位未尝固定地垄断于一部分人之手。 经虽武统纪数字可自证明,推多上教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出之英国情景为好。 英国虽然选举权逐步开放、政治机会、力求军等,然据调查其1905年以上半个世纪的情景,内阁首相、及格大臣、外交官、军官、法官、主教、银行总裁等,约75%还是某些世家出身。 他们几乎长出自11间公立学校和牛津和剑桥两大学。 名为公立学校其实为私人收费很重的学校。 普通人进不去,而却为某些家庭祖孙世代读书之地。 所以,近代英国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而旧日中国却不是。 此权得利于其形式分散而上下流通。 说他阶级不存在,却不是其间就莫有剥削、莫有统治。 无剥削即无文化,其理已说于前。 人类平等无阶级社会尚未出现,安得无剥削无统治。 梁树铭,中国文化要义,集成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1963年,香港,梁树铭诞生于19世纪末年,此书写于1940年代后期。 他所经历和看见的中国社会就是如此无阶级对立, 农民和地主相互依存,构成农村社会的整体。 这是人人每日所现的正常现象。 但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诞生的中国人, 被灌输一种从欧洲积极对立移植来的新的价值系统, 把社会的正常必定无限地扩大。 以为中国社会从来就是人吃人, 所以梁先生的无意记载就有点像神话一样。 不过,正显得其颇有价值。 以下是不同地区的地方制。 所展现的中国乡村生活的基本模式。 1.四川达县磐石乡。 磐石乡制在中国地方制集成。 乡制专辑第29集,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年,南京, 根据1944年编寸的乡制, 四川达县磐石乡在贫穷的川北山区, 非通去之区, 该乡中心为一厂市, 厂市就在一具大石头上面, 有四条街, 只有144间房, 将近有一千居民。 1944年5月统计全乡, 共有一万一千三百二十六人, 其中男五千六万三十三, 女五千六百九十三, 基本平衡。 从厂上的商店的种类, 可以窥见百姓的生活。 和街店铺共有126家, 经营茶馆者十, 韭菜馆者十二, 小石面馆二十三, 香蜡纸货者十一, 药铺者六, 铁货者一, 陶器者一, 零油铺者一, 干货者一, 昙花者三, 找扎铺者二, 磨面坊者二, 绽房者八, 秃载叶者二, 其余数十户为, 闲居之家, 冷无所事。 每逢三六九集厂之日, 乡人购买油, 盐, 米物, 上多阳给予副饭小商及农副工人, 返厂当期, 上嫌拥挤。 小小的一个山乡, 茶馆, 韭菜和面馆总数竟然有45家, 可见, 乡民好吃而悠闲, 其余部分可归于杂货铺, 以及弹面花, 磨面, 绽房, 暗, 及旅馆, 等生活服务行业。 据外地人所写的乡制序言, 此地民谱风纯, 富者不交, 贫者一干淡薄, 乡储何容。 假, 建制, 1943年成立的乡公所才开时有固定办公地点, 其主要职能是推行地方自治, 乡公所内附设如假机构, 造产, 建设委员会, 中西一市工会, 乡民代表会, 农会, 合作社, 几股保管委员会, 国民教育研究会, 真正行政人员只有香肠一人。 下设二十一宝, 宝掌, 假肠都不领薪金, 下设团练, 这是抗战时期的预备役, 有警察实名, 专维持市场安宁秩序, 但是并未受以为谨刑法权。 以, 礼俗, 阶层社会的人们的行为必须得到规范, 规范的方式只能够是外在的法治和内在的伦理。 中国古代法家的法, 是帝王以严刑治理天下约束百姓的, 所以, 秦国的一半的人都受到过刑法。 秦代之后的朝代, 主流是儒家以德治理天下, 德治又分为两个方面, 极未在的伦理修养, 主要是孟子一派, 还有理智, 主要是荀子一派。 磐石相相知的理苏部分的理智写道, 理者所以别嫌疑, 明是非, 定亲疏, 分尊卑, 恶恶念, 其善端, 约人于仁义道德之中, 而使其不当于规矩制度之外, 以致犯戒令理行法言, 势力者法治大分, 群位之刚济也, 治国者, 舍此莫有。 紧急批评民国以来重罚而不重礼教, 于是按照古代理俗分为四个部分, 即冠礼, 婚礼, 祭礼, 家礼, 记载和保存了社会的习俗, 和当时的简帖格式和记文, 著文写法等。 以家礼为例, 可见其力图, 把儒家的清清文化规范化, 盘石乡, 圣学只有约家礼八则, 元须云云, 自古圣贤之居家, 最重护礼。 礼也者, 所以, 明尊卑, 定名分, 而别贤以也。 尽是人家, 多不讲究礼法, 是以父子相宜, 夫妻反目, 兄弟越强, 男女无别也。 滋客家礼八则, 虽日用寻常之礼仪, 正为一意, 风俗之良药, 物为厚如语言, 而使本乎先王之礼也, 物目外貌虚文, 而使以见忠心之情也。 第一, 则是温情礼, 子女对双亲的照顾规定的颇为周密, 冬季已温, 凡父母依附之厚薄, 炉火之多寡, 人子皆需逐日留意。 第二则是定省礼, 每日夜间, 人子须依父母床前, 静息, 瀑备, 安枕。 这些规定, 当然有不合适宜的地方, 但是这里所要展现的, 以清清文化主境为内涵, 与外在规范的礼相结合。 同样还有家规, 就不必超路了。 风俗部分先计在行, 住, 食, 依, 行部分十分详尽。 如行, 本乡之路其貌陡区, 跋涉难行等等, 非常落后。 如住, 居民不重清洁, 不上卫生, 街铺较好, 农村难堪。 如是, 烹掉饮食, 全烧木柴, 或瓷草树叶稻草卖干。 每日三餐, 稻米为主, 撞和杂粮。 男女大小, 洗赶场饮食, 小食店及韭菜馆, 应急发达, 任何贸易军不及其畅销, 故封长期而牲口矫折, 不味之其酒醉汉也。 如一, 本乡人普通用土布做长山, 汉小衣, 四季如衣, 在此国南气中, 穿阳不容的折扫。 在一般现象中, 还保存了农村的一些土地和社会分工关系, 如, 本乡农人垫耕自众隔约半, 稍入游手好闲之土, 木, 石, 辉, 宫, 仪, 污, 僧, 道, 于, 列, 桥, 铺及其他寄作, 亦各有专习。 但是, 更多记载了山区的若干, 落后坏西气, 如东北, 东南, 何西赌博之风盛行, 只有正东比较好, 西北, 何西此之, 而且皆名雕角华丽, 中日茶馆为座, 高谈阔论, 无补诗迹, 恶西如此, 由来见义。 本地绅士举办, 所谓宣讲会, 以化民成俗, 提高民众道德水准, 亭子铺响水洞, 由李和普先生, 自入学后, 看破名利, 不求换答, 出发分读书立身致命外, 纯以畅兴宣讲化事救民为志愿, 周如成事, 无论男女, 封人, 便宣改恶向善, 素逃大劫, 男子聚焚五圣地君界, 一界不孝, 二界不敌, 三界嫖, 四界赌, 五界妄杀, 六界驱邪, 还有, 乡中的身世数十人前后宣讲, 研究理学, 雄习性命功夫, 1942年, 李和普先生来场, 于三月初一日起, 在天宝寨公开奖经, 传述孔子新法四日, 听众打百人, 该会所在1942年, 被火灾烧盾后, 由十深捐助重建, 并公共设施, 乡中由工地和私地捐献成为一种, 供穷人安葬之用, 由绅士捐钱成立慈善会, 救济贫穷人家看病, 从乾隆以来, 许多家族皆有祠堂, 做敬祖祭祀之用, 乡里有寺庙十三, 到修该乡制的时候, 多数寺庙仍然有悲客记载该寺庙的历史, 设立若干公益机构, 如成立代庚队, 帮助抗日家属, 繁蜀出征之家, 无力耕种者, 在春耕夏云秋收东坡时, 由葛征鼠报告队长, 酌情分配人数, 自带农气, 自备伙食, 前往劳作, 全乡当兵的壮丁总数, 一云八百九十人, 都是青壮年, 早在清代顺治年间, 该乡就积累备荒的粮食, 分处各乡村镇, 接济民史, 丁, 教育, 有中心学校一所, 由国家支付费用, 有国民小学校十二所, 由县和乡解决经费, 但因为居住分散, 仍然多所失学, 为此建立有关促进入学组织, 力劝失学儿童入学, 全乡受教育程度, 有大学生一人, 中学男生八十三人, 女生七人, 小学生共有六百七十四人, 私属学生一心六百零六人, 其余不识子者有数千人, 改良残葬, 一九四三半残葬学习班, 民众自备货时, 前来学习, 还集资建立谭棉花合作社, 购买机器, 因为经营不善, 一年后停业, 还有补习学校, 十字班, 书报社, 图书馆在建设中, 有从外地受教育归来者组织民风化剧团, 也有民众时, 而清唱地方系, 本地称为维谷, 关于民国期间日渐加重的填富税收, 会在后面的其他部分摘抄, 还有人物, 乡贤, 孝子等, 将留给其他地方至中节路, 这些人物的传记中主要表彰德性, 反映类时候所提倡的共同价值观, 中国致史最重是人物传记, 常常以个人传记展现历史的广度和深度, 小小山区乡村, 在清代竟然出近十二人, 共生九人, 从人物列传的分类名称, 可以看出其包扎, 死于忠义十三人, 一九三四年左右, 村家中共红四方面军, 而死者有八人, 抗战出征殉国义壮十九人, 在法国, 每一个村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牺牲的军人, 至今都留名纪念碑, 这里已至在名耳流传, 以忠义, 品行方正和安平乐道为特点的湘贤部分, 留名者有人, 热心乡村慈善事业立传者两人, 还有以校友, 隐义, 特性, 方济, 卓行, 僧道, 结校, 真与列简略传者不再超路, 二, 以上的磐石乡可谓是穷乡僻壤, 以下展现的是, 四川比较富裕的富顺些的自己自足的社会生活状况, 中国地方制集成, 四川府县制, 民国富顺县制, 巴蜀书社出版, 1992年, 成都, 该县制于1932年出版, 那时候, 不仅四川, 云, 贵也仰赖四川的盐盐, 四川的盐有两大产地, 以富顺最多, 所以, 县制计在富顺每年上交的盐水达四万两千多两, 大大超过粮富, 粮富只有一万两千多两, 富顺县制在, 共有上中下田地九千零四十九点一九五顷, 一百亩为一顷, 实为九十万零四千九百一十九点五亩, 有零亩得两氮, 共一百八十万零九千八三十八十, 以此支配线有户数一万七千九百三十二, 使人民一户口分得率为德田五亩, 几股十丹, 同旅一户五人口率, 应占田一亩股两丹, 此外, 周里人二伏四伏之算也, 按软件无此字, 以同音字符代之, 正悬注释, 每斧六斗四生, 每斗一百二十十斤, 富顺县的许多事情, 不是由政府管理, 社会自身的功能很强, 凸显中国传统社会自治的重要特点, 这从这些公共机构的财力可以佐证, 文庙是发挥文质的圣地, 富顺的武庙已经不存在, 但是祭祀孔子及其门徒的文庙, 至今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在十几年前快要他会时, 才有国家拨款维修, 可是原来是有庙产的, 支田七百八十亩, 租股七百八十丹, 第西钱五百九十六串, 每钱一新三百文艺银一两, 该银四百五十八点四六两, 另外政府为文武庙, 每年支出两千三百余两, 促进教育的劝学所也有田地, 田六百二十一亩, 收租股六百二十一市, 第西钱五百九十六串, 照钱价一银四百五十八点四六两, 每年政府支付银三千余两, 救济特别贫苦的人有一仓, 支田三百五十六亩, 收租股三百五十六丹, 第西钱三十串, 照钱价一银二十三点八两, 驼江流金复顺, 为一般民众设立不要花费的易度, 仍然有田字阳, 东街易度, 支田一百八十六亩, 收租股一百八十六十, 第西钱一百零四串, 照钱价一银八十两, 唯吾人养育的孩童, 设立了育婴堂, 也有田产养肢, 支田一百七十三亩, 年收租股一百七十三十, 第西银一二二串, 照钱价一银九十三点八五两, 每年还从政府税收中, 支付银三千六百余两, 广人堂, 作用是养鸡孤贫等事, 支田三十九亩, 年收租三十九弹, 第西银七十七串, 照钱价一银五十九点二三两, 每年会从政府的税收中, 支付银一千二百三十余两, 以上公共设施总共收田租股三千八八十三弹, 第西银一千一百七十三点八两, 有了固定资金来源, 地方自治社会的公共设施才更方便为民, 可是没有田地来救济寡妇, 于是县里建立区寡会, 局势一人, 由支县临委任期一年, 掌发给孤平寡妇口时, 年月之前二千八百串, 照钱价一银两千一百五十四点六两, 在成都省城有促进商业活动的劝业道, 傅顺县有劝业封锁, 年支银八百八十两, 习一所, 掌管于清罪囚犯习一事项, 年支银四千余两, 巡警署, 掌管于区内支保安、 卫生、 证署、 消防事项, 每年支银一万七千数百两, 统计处, 掌填报民政、 财政、 教育、 司法、 农工商等统计表, 调查民伤事、 习惯答案册, 减清理财政、 编制预算, 决算报告册, 每年支银七百六十两, 政府还支付负责收税的机关腌制捐局、 农会、 商会、 自治研究所、 自治筹备处等机构支付银两, 负顺教育发达, 重视教育是该线的传统, 为此支出也不少, 仅部分超路于后, 两摩饭学堂经费三千四百余串, 一银两千五百余两, 初级小学堂经费八百余串, 一银六百余两, 余子小学堂经费三百余串, 一银二百余两, 半日学堂经费三百余串, 一银二百余两, 傅顺学子在外地一些学堂上学, 在学额中记载, 自康新年就有精涕的传统, 古教育费用支出给北京学堂一, 成都四, 绿洲一, 宜宾一, 京师数学堂费银五十两, 通省师范学堂银六百两, 选科师范学堂银一二零两, 省程序数中学堂银五百两, 省程招待所银八十五两, 川南师范学堂银六百两, 绿洲福两中学堂银一千八百两, 供银一万九千七百两, 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傅顺县紧随新潮流, 光绪二十九年, 由支县创立官吏中学堂一所, 光绪三十三年, 严商王三位堂创立私立中学堂一所, 光绪三十一年, 支县创立官吏小学堂, 树人仰慕学习者, 每年除了对孔子有祭典, 对本县的杰出人物也祭祀, 以对县中的后进者, 起到示范和教育作用, 因为这些人是出自本县的历史人物, 这对于现实社会中的后进者, 会感到亲切一学, 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们如果到法国巴黎去, 一定要去到庄严肃穆的先贤词, Pantheon, 那里供奉住卓越的哲学家和文学家, 以及杰出的英雄们, 是法国人的骄傲, 在法国人的精神追求综合生活的时间上, 有难以想象的作用, 同样, 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一座小小的教堂中, 竟然有那样多的出自本地, 但是影响世界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的坟墓, 这对于如今瞻仰者在文化心理上的影响, 就不可小看, 可惜几十年以来对文化毁灭性的大破坏, 两百多座寺庙已经荡然无存, 富顺文庙仅存一空壳, 不过存在就是奇迹, 是幸运, 也需有重新充实的一天, 富顺县人才辈出, 四川有富顺才子内将官之说, 县制第十一卷的人物部分, 竟然将近一百二十页, 极其丰富地记载了各种人物的事迹, 他们的影响常常基于全国, 这里从略, 县里遍布各乡镇的大小寺庙, 则满足了广大百姓的宗教需求, 道家本身是大众化的, 人死都可能变成神仙, 神界贴近活人, 这神仙的道德人格和世纪事业正好激励生者, 佛教主导生根据中国文化特典提出顿悟说, 也根据孟子的人人皆可称谣顺, 而提出人人都有佛性, 为佛教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禅宗继承中国新学传统的相类化, 使得不识字的人也可领悟言外的教义, 到了清代的净土宗更加简化, 只要念阿弥陀佛就可超出六道轮回, 所以佛教也成为了庶民百姓精神的依靠和归宿, 这些归宿通过遍布城乡的大小寺庙完成, 人类对于宇宙和一切存在物的来源, 有祝天生的寻求其根源的趋向, 西方的古希腊的之所, 城乡公立高校出校及两等学校, 共161堂, 学生4086人, 经费27973元, 富顺县文化的发达, 以清代近世录取数目为证, 据统计, 清代四川一共有116个县的人考取过近世, 有的县一个也没有考上, 考取数个近世的有92个县, 考取10个以上的有24个县, 前6名的是福州32, 花阳县30, 富顺28, 成都27, 以滨23, 八县, 即重庆21, 根据豊朝政筑, 清代四川近世争略,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6年, 成都, 清代顺治年间设立包甲制度, 唯米道安民之良规, 国家定顶之初, 积举而行之, 城乡分六宝, 每宝分数甲, 或者十几甲不等, 相间同样, 包甲设于无事之时, 由景, 则从而连之为团, 深之以恋, 县之记载, 嘉庆, 咸丰年间都有土匪侵扰, 太平天国以后加强训练, 辛亥年间之县, 曾经组织力量, 企图反对革命, 但是不能阻止富顺独立, 此外, 为了防御劫略, 广大乡间巨县修筑必保, 竟然修了73座, 有匪劫略十民众多聚集, 躲入其中, 有的碧宝规模巨大, 耗资不菲, 以远离县城的三多碧为例, 广三百丈, 长四百丈, 周一千三百丈, 内有田四百亩, 石墙高约三丈, 广八九尺, 碧门四门, 各有楼, 楼有石头炮台, 多扣二千五百五十五, 这是一座城堡, 是大研商李家为首所及资建, 从咸丰三年开建, 至咸丰十一年完成, 前耗费七万金, 后耗十万余金, 傅顺县稍具规模的庙坛, 竟然有101座, 一般的小寺庙146座, 这既是人们精神超越的着落点, 也是人们对本地历史人物的 是非褒贬所在, 是社会生活的, 价值观的自然体现, 在文庙, 五庙中, 设置有名换词, 相贤词, 忠义词, 结效词, 以表彰献中人对过家社会, 有杰出贡献者, 以记载献中人的道德修养值得后世体系的不足, 正好由犹太宗教来弥补, 印度更有想象力极其丰富的神话, 来满足该民族的精神超越的需求, 而中国的儒家是通过项内的精神超越方式, 即尽心知天的公式, 这种超越方式比教士和文化精英们, 对于一般大众就困难, 所以, 道教, 佛教正好填补了儒家的不足, 满足了人们的精神超越的需要, 所谓中国文化是儒家为主, 道, 佛像府相成,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 1949年以来寺庙诀大部分被破坏, 人们只好把宗教需求发泄到其他地方, 这就会引发社会的其他问题, 限制莫有关于封俗的记载, 而以超路大清通理代替制, 因为限制的修窜虽然在民国21年, 但是修窜者都是清代的官僚举人, 兼修就是满清汉林院的检讨, 总检教士汉林院树起士, 他们十分保守, 过以通理代替制, 只在前面引用了乾隆世纪的著名古文学家段玉才关于附顺风俗的一段话, 这段话却集中的多众文献关于附顺风俗的记载, 端至风俗隐, 还于智记云云, 唇厚手礼, 众农好文, 善意也, 亦统至, 民利于家, 试敬于文, 又曰, 俗慧而愿, 余地即盛, 习俗之礼, 迅温温乎, 礼仪之邦, 人物皆出, 旧至, 云云, 星宠礼让, 敦上诗书, 自惜已然, 虽然都写的是优点, 简略而不全面, 但是这里生活比较富裕, 文化教养比较高的礼仪之邦是无疑的, 他们对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批判, 对大清的歌颂比比皆是, 但是, 这就避免了御用文人善歌颂的通病, 保存了历史的可能的真实, 另外, 一方面显示, 虽然满清被推翻, 只是政治制度上的变革, 在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和基本生活样式方面, 仍然一脉象征, 所以, 辛亥革命以来对满清一留下来的文人, 从来莫有触及他们的一根毫毛, 更莫有进行过迫害, 例如, 著名学者刘诗培, 曾经出卖过同盟会, 又极力支持满清政府, 但是辛亥革命反击, 对于县中的杰出人士, 如中尽士, 戒缘者都立有牌坊, 对于不一般的新校者, 和女性的特别贞洁者, 无也立方, 表示崇敬, 这些硬体毅力, 对于乡里的民众而言, 是持久的在道德方面加以影响, 清云乡有道教, 佛教的坛, 庙, 寺, 观疆近五十座, 以佛教寺庙为主, 除了寺有田产, 这里还有军队啃种的屯田, 供底3858井61亩, 一分六里, 每年国家纸丁摇银3938两酒钱六分三里, 地粮商税, 酒客总共24252两三钱六分二里, 另外还有杂税305两三分五里, 人口以明代最盛, 其中以诸元张氏最多, 人口24932, 然后逐年缓慢下降, 明末崇祯年代五统计, 反映了那时候社会生活的兴衰, 经过明清交替时期的动乱, 即县制所说吕京兵县, 经历萧条, 在清代顺治年间, 竟然只有户人口9962, 可谓凄惨极了, 到了咸丰年监崇又出现兴旺发达, 户32199, 南口131636, 女口83983, 共215629人, 男人比女人多47653人, 那时候交通不发达, 男女比例相差太大, 形成的社会问题已经不可笑, 光绪初年灾火连连, 根据光绪六年, 可能有点粗糙的清查, 只有户15810, 南口43844, 女口3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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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